欢迎你收看CN2号的财经Espresso 晚上好我是醒龙 昨天的财经Espresso和各位提到 美国电动车大厂特斯拉将在马来西亚设立总部的消息引起热议 而所谓的总部只是销售中心 不是在马来西亚设厂 来到今天则有一个重磅消息公布 全球电商巨头亚马逊旗下的云端运算部门宣布 选择马来西亚作为东南亚区域首选的数字枢纽中心 在未来15年将投资60亿美元创建数据中心 数字通讯部的副部长张念群指出 这一笔投资将成为马来西亚最大的单一数据中心投资 是国内数据中心市场规模的三倍 另一方面首相安华表示 随着亚马逊云计算服务 准备在大马设立基础设施区域 五国数字转型方面 有望在这项新投资项目的推动下 取得更大的增长 2月提成的财政预算提及了奢侈品税 从来引起业者注意 但当时后并没有提到实施的日期 财政部的副部长沈志强指出 奢侈品税预计将在今年下半年推出 财政部正在和旅游业、零售业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接洽 以确保奢侈品税不会造成相关领域的竞争力下降 虽然收到了业者疑虑 但副部长保证 政府会全面了解与研究相关税务结构 沈志强也说 政府将会从低税率开始实施资本利得税 而在正式实施前将咨询既得利益者 以全面研究新税制对市场所带来的影响 国防卫队经营局LTAT建议 以每股85.5件现金下 或总值超过71令吉 私有化旗舰公司牧师的控股 而这一项计划完成的前提是 该机构必须获得财政部以及国家银行批准 目前LTAT和属下LTAT基金会 分别掌握牧师的控股的59.42%和0.11%股权 该机构所提出的每股85.5件出价 不止比牧师的控股昨天闭市价高36.80% 也是一年前收盘价的22.39%溢价 LTAT强调 基于墨市的控股已经拥有多家上市公司的控制股权 因此无意限购这一批公司的剩余股票 当中包括了爱芬银行 墨市的种植 墨市的重工 以及砝码 最后感谢收看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